上回我们说到 杭笑龙看着纪燕燕 觉得好恶然 纪燕燕点了点头 是啊 处军的身份 平方已经告诉我 当日听到你兵败失踪的消息 平方急起来 将处军的身份说出来 他说处军一定会 因为这层关系全力地救你 所以你千万不要为这件事怪责他 唉 想不到 原来你连我都瞒着 杭笑龙也不知怎样说好 他叹了一口气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呢 自知都知 但我已经吩咐过他 一定要严守秘密 笑龙 如果这件事不是事实的话 无论你谣言怎样满天非法 你和储君的关系都不会有所影响的 但是 现在你毕竟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真正身份最重要的一个人 这就另当别论了 只有你不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他才会真正睡得安乐的了 我知道 你不要再说了 多谢燕仁提点 这件事我一早就心中有数了 我们回去休息吧 第二天 翰笑龙 藤丽精晋三的人 天微光 一起上他祖朝 到了二正殿的时候 他不然发现不单是雷不韦来了 而且连那个一席都是用到那里 自己做着他的假父假皇帝的老海 也都赶来 他当时感到很不妥 到了其他大臣看到汉小龙的时候 都纷纷过来和他问好 但是神情微微感到有点古怪 有很多人 好像有些什么想说但始终都不敢说 老海见到这样 就走到汉小龙身边 把他拉到一边 懒不亲意的 哎呀 听到少龙遇险 我和太后都不知道多么担心 汉小龙当然知道这个东西口不对心 但是扮得很感激 哎呀 那就真的有老老兄和太后关心 老海突然在耳朵里面小小声说 这段时间你不在书都不知道谁造谣的 你这几个月以来不断流传说柱君不是先王所出 是少龙在外面找回来的野种 哎呀 这些这样的说话都敢有人搞出来的 我让太后求证这件事经过商量之后 决定把韩丹曾经收养过柱君的 那对窮家夫妇请回来咸阳 那由他们出来作证 哎呀 那么什么谣言都即时没有了 河少龙在林芝的时候已经听闻这件事 但是亲耳听到老海说到是和朱姬商量那周 而刚才去做这件事 整身都不敢震一震 看来朱姬对自己和小盘的确已经起了疑心 所以先忍不住要做这件令他河少龙和小盘都涵身于极大危机的事 不过表面上河少龙仍是扮得若无其事 哦 是吗 既然你们已经去请那对窮家夫妇了 那现在结果如何呢 老海双眼忽然寒光一闪 钉着他说 结果当然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我们发现在年半之前 张力良夫妻和左轮右里几十人家 全部都是一场突然其来的大火之中丧生 几百人不论男女老友无一生玩 这件事在寒丹都不知多凶洞 到现在都是令人不解成了一张圆案 河少龙听过这样说 再看看老海虽然非常凌厉 但忍不住失望的神色 这就是小盘危机已经完全解除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 他只觉得心头一阵发冷 本来 在小盘不自然的神色之中 和自己说起如何处置张力夫妇 说将他们送去外地 还给了一大笔遣散费 在他的时候 他心里已经很怀疑 他怕着小盘已经将这对夫妇杀人热口 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未来的秦始皇 这个自己一手出的带来秦国的小盘 他因为这么深狠手辣 不用说 这一场大火 几百口男女老友的性命 都是因为张力夫妇 都是因为要掩盖这个事实而死的了 这个自己教出来的 也都是自己曾经 那么爱护过他 那么天真 又那么倔强的小盘 今天居然会变成这样 为了自己自己的私欲 居然可以使几百人 都为了他的秘密陪葬 唉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杀时之间 汉笑龙老内只有一片空白 也都想不到 卢海把声跟着 好像从远处传过来 刚才我和仲傅谈起这件事 仲傅说笑龙曾经告诉他 曙君祖把张力夫妇接回咸阳 享福 但是为什么事实会是这样的 汉笑龙虽然很有急财机智 但是现在一时间都不知道 说什么话好 幸好这个时候 碰碰碰 几声 早朝的钟声响起 那帮大臣即时归回自己的队 看说 你这么说 这件事真的很奇怪 然后就立刻走开 到了小盆坐在笼座上 接受大家的朝拜的时候 汉小龙做个心神不定 想着刚才路海说出来的这番可怕的事 小盆猜不到他狠达到这样的程度 为了保留自己身世的秘密 不择手段 说不定 派去为他扮演这件热口事的人 现在一早被处死 张力两夫妻死了 连左轮游里可能听过这件事的人 全部都无一行脸 现在世间上 在小盆的心目中 只有他汉小龙和乌亭芳 知道他身世的秘密 小盆会不会不顾恩情 将自己也干脆热口 使自己后顾无忧 经历着林芝 被韩厂里远 这一帮曾经生死与共的好朋友 出卖的经验之后 他对人性的丑恶 有了更深的了解 对小盆 他再也没有以前的信心 而且 现在望下 在龙座上的小盆 的确也都跟以前不同了 他虽然只是坐在那里 但是气势逼人 首先 说了几句简单的开场法 用妙视千下的姿势 向群臣一起青震 向小龙平定 袍谷之乱的威势 这几句话 就知道 小盆已经完全把握 作为一国君主 威得服人的手段 接着 就要吕不韦汇报 临之之行 吕不韦是长篇大论 谁知说了一半的时候 小盆揮手打断了句话 既然现在田建成为太子 那田建是个什么人呢 他上了台之后 田丹 还可以好像以前这么有权势吗 吕不韦本来准备好的长篇大论 被小盆夹生打断了 面上有些不高兴的神色 但是还回答 田建和田丹 还没有什么足以我们担心 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 齐楚杰明 这次田建坐都想王位 坐人 尤其李源在背后 出了很多力 所以老臣以为 小盆有些不耐烦的嘛 我现在正是想知道 这个未来的齐国国君 究竟是他怎样的人 田建究竟是野心很大的人 也许只是贪徒偷安享乐 杭少龙听到这两个问题 我心中一想 小盆变得非常之以事论事 不上空谈 就是他问的这几句话 都被人一耻中的的感觉 雷不慧疾疾疾 这件事 还要仔细看一下 小盆轻了声 转转头望向汉小龙说 上将军 你可不可以为寡人 解下这个疑难呢 项少龙的心里暗叹了一口气 自己真是想不到 现在几句说话 所以决定齐人的命运 如果自己答话 田建这个人野心很大的 那不用说 小盆一定会趁着田建仲未掌权 齐商王的连迈分容的时候 马上就出兵对付齐国 等到齐国再也没有能力 重新强盛上来成为秦国的对手 但是同样 只要他说 田建这个人是一个贪徒享乐之辈 小盆肯定也会采取不同的策略 等到齐国就继续贪徒安忍 自己就要放手对付三进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 无论如何 为了自己心爱的善友 和好朋友亥子远 这几句说话 也都是要帮齐人说的 何况自己说的也都是老实话 于是他就说 田建现在其实 可以说 已经是实际上的齐国君主 一切的事务都由他主理 他自己本来当然希望能有一番作为 不过齐国人 一样都崇尚凶淡 对国内的种种逼切问题 视而不见 而且看他不见讨好我和仲富 就知道他很想和我们秦国修好 看来 齐国现在 再没有以前齐环功的时候 想一统天下之志 小盆听完即时 一拍张台说 有上将军这句说话 这样就好了 太威何在 李斯应声而出 请主君指示 好 马上和寡人选一个 懂得说话的人 再挑选一对 色艺都很好的歌舞机 送给林芝的田建 赫他荣登太子之位 而且寡人还要亲自恭贺他 你和我准备一篇恭贺支持 李斯领命回位 小盆小少说 自从齐环功之后 齐人和我们戴秦 就互相要争一日之长短 三进楚国燕国 要是就联合我们秦国抗齐 或者联合齐国公我 你件事迟早也要终于了断 不过 等我们平定三进 和破了楚国之后 这样才再和齐人计数 一帮大臣听到 都纷纷出声祝贺 只有呂不韦和路海两人面色 都很难看 一句声都不出 项少龙一体的形势 心中明白 小盆这个时候 这样说两句话 尤其今早两次 打断呂不韦的报告 正是要向群臣显示 谁才是真正当权的人 同时故意落雷各位的面 暗中也有逼他们加速造反的意思 雷各位看看路海 忽然向他打了这个颜色 而路海就向隔了十多人的另一个大夫前夕 暗暗做了一个手势 那个前翼一见 这个手势 游如一阵 才慢慢走前两步 微臣有一件事 要尚品储君 小盆见到一摆手 整座大殿马上剩下来 昌平军在汉小龙耳朵中 小声说 这个人是路海那边的人 由太后下照 一手在低层提拔上来做大夫 小盆望着他 面上变神色不动 前卿家有什么说话要说呢 前夕的嘴唇微微震了两阵 这才成王成孔 微臣近日听到 咸阳城内有很多非典流场 风言风语都重商储君 微臣经调查之后 发现这些谣言蛊惑民心影响很大 所以微臣就请储君 可不可以由微臣 对这件事作出调谣 小盆一听就知道他说什么事了 看来雷不韦和路海两个人 要发动了 这个前夕这么说 说由他来调查这些谣言 当然就是一下一步 将这些风言风语 拿上朝堂之上 要跟他小盆对质 似乎呂不韦和路海 终于忍不住要发动了 小盆冷冷地打断他的说话 前大宝你说听到什么风言风语话 寡人不是那么明白 这句说话一说 当堂吓在前夕 面色大变 几乎整个人怨到 屁啪地惯在地上 肯定了 其实民间现在传这些风言风语 本身已经是十恶不赦的大嘴 如果让小盆知道 是谁说的随时都可以抄家灭口 现在小盆这样说 就是逼着前夕要当堂中的说话 说出来 哎呀 这么说出来都是死罪了 前夕是哪敢出声 就是说 这个 我 我 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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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说 不敢说 小盆继续喝 连几句说话都不敢说 怎样去协作寡人处理国家大事 路海见到形势不妙 在旁边恐恐的雷不韦 就叫他出来救家了 雷不韦是逼于无奈 又觉得前夕 哎呀 真是没胆鬼了 咳一声 刚刚又开口 怎么知道小盆已经自住他书话说 任何人等 都不能看这个蠢才求情 快点将有些什么谣言 和寡人重实讲违 储君 外边 外边疯传 储君 不是先王 不是先王的 微臣 微臣罪该万死 微臣罪该万死 前夕看着小盆的神色 哎呀 下句再也不敢说下去 猛地叩头 叩头 叩头 叩头都流血 小盆吓吓一笑话 原来一件这样的事啊 哈哈 正所谓谣言止于智者 东方六博 现在被寡人打得心脅了 所以特意先散播流言 误灭寡人 而你这个前正 居然将这些谣言 当成是什么事散 哈哈 还说什么影响人心 究竟是何居心啊 哈哈 不是啊 不是啊 前夕客都屁滚尿流 猛地叩头 再也不敢出声 小盆开了声 和寡人马上将这个奴才推出弓门斩首 他全族人 男的 全部发去边疆重军 女的 全部收作官计 昌平军应声而出 和那些鱼狼似虎的禁卫 拖住前夕的 一路将他拖出去 前夕一路在哀叫 储棍海人 储棍海人 但是 没有一个人敢跟他求情 那帮大臣 比小盆一发恶 吓得人人一哭低头 声都不敢出 女不韦和路海的面识 有多难看 得多难看 整座大殿 一下子变得丫障无声 连电纜浸落地 都几乎听得见 人人都因为小盆的天威难测 而感到心惊胆震 还有几个月 小盆也正式监演成为秦国的一国之军 这个时候 谁敢蠢而冒犯他呢 看着这一切 汉小龙几乎整条背脊都凉凉凉凉凉 哎呀 小盆的可怕 还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 过了一阵 小盆才回复平静 现在这些无契的谣言 已经传来带电相了 众父 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理呢 雷不畏也恢复振政 他说 储君说得好 要义 止于自扯 只要我们不理他 那些谣言 自然会听的了 小盆轻轻一轮头 表示他不同意这样处理 就向众人问 众兴有什么高见 昌平君在汉小龙二级边说 到我出场了 现在行前两步 跪下稳告说 神以为 这件事必须重促处理 请储君降下圣旨 此事万民 以后 不准有人私下谈论 这件事 凡有违背者 磨及传足 告发者 重重有想 这样 谣言自然 就会平息了 汉小龙起的时候 已经心中明白 知道为了这件事 小盆恐怕一早 和李斯昌平君 几个近神来的默契 以用雷霆万君的手段 平息这场风波 果然 昌平君一讲远 小盆的恩言说 卿家此言 对我心意 寡人登基在职 凡是有人再谈及此事的 无论官职大小 都是居心难測之辈 立斩无赛 退庭 说完之后 他拾一声起身 众臣一齐跪低 恭送这位 威权日盛的储君 小盆走了之后 汉小龙刚刚想离开回家 让他被昌平君扯着 他说 储君要见你 汉小龙叹了一口气 他只觉得 他人非常疲倦 在这个时候 他最不想见的是小盆 小盆在自己的书房里面 接见他 其他人全都被挡在门外 当李思昌平君领命出去之后 汉小龙并没有行矮 只是弃定神闲地 站在小盆身后说 咸阳那一场火 烧死了几百人 是不是储君派人做的呢 小盆在那一口气 寡人必无选择 如果我不敢做 现在不是寡人杀人 而是我们两个被人杀 汉小龙听完他的回答都无言以对 如果从实际的角度来说 小盆这种狠辣的手段 是必要而且有效 连汉小龙也想不到 再有其他更干脆的办法 但是这几百人命 汉小龙是要直接负起责任 如果他不是用小盆来冒充营整 这场灾祸就不会发生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 又或者 这个也是注定的命运 自从捧出了 这个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之后 他还是第一次感到后悔 小盆另转身 对着他说 师父 现在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就是你 你千万不要生我了 好不好 没有上将军的支持 寡人会很孤独的 他说开始 对汉小龙称呼只是师父和我 最后又变回上将军和寡人 这种充满气气化的转变 使得汉小龙真是心神震动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做 我们明天做 我需要有问题 就有想要 我们明天做 是 有 就有 这 更